法谷山智慧随身书 法谷山的核心主轴,心灵环保 心灵环保是全球性的运动 多年来,法谷山一直在推动心灵环保 除了在国内提倡之外 我也在关系着整体人类未来的全球性会议 包括千禧年联合国世界宗教继精神领袖高峰会 世界经济论坛 以及2002年在曼谷召开的世界宗教领袖理事会中 提出心灵环保的理念 心灵环保的内容指出了什么是人的正确的价值观念 也就是人生的责任是尽职兢奋 人的功能是从奉献中成长 人的意义是随时消融自我而经常喜悦自在 人的生命是融入于无限的时空而又超越于无限的时空 如果这些我们都清楚了 就不会茫然无序 就不会空虚无聊 从生命的存在来看 每一个生命都具有将来性 虽然这个将来性的发展因人而异 但一定有其价值 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 都相信生命有永恒的未来 称为终极的关怀 即使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也应该体认每一个人的存在 是与国家 民族 整体人类 甚至与全宇宙的存在 密切相关的 我们的肉身虽然只有短短几十年的寿命 却都与历史的生命和社会的生命结合在一起 永远不会 也不可能脱离宇宙时空的整体生命 因此 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伟大的 不管有没有宗教信仰 如果具备这样的想法 就不会有生存的恐惧感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也不会有疏离感 当然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冲突 对立 我们只要能够开阔心胸 随时随地就有一种平安的感觉 对于人格的稳定及成长 也会有所帮助 不过 如此伟大的生命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 那需要先从观念的建立 方法的练习 渐渐的才能有所体验 因此 我们提倡在生活中 尽量练习运用禅修的观念 及禅修的方法 使我们的心念 尽可能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诱惑 刺激而产生困扰 基础的禅修观念 是让我们知道 人人都有机会开悟成佛 只要消融了自我中心的执着 立即就是禅乐和发系 禅修方法就是体验呼吸 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呼吸的体验上 头脑里就不会有复杂的情绪 或者情绪依然复杂 但经由体验呼吸 可以让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这是可以随时随地练习的一种方法 此外 具有宗教信仰的人 不管是道教 基督教 回教或其他宗教 透过冥想 持诵 礼拜 祈祷 也一样可以达到内心的安稳与平静 在2002年9月21与22日的心灵环保全民博览中 天主教的善国喜书记主教也应邀出席 共同推动心灵环保 从利益与方向来说 心灵环保与天主教推动的心灵改革 是彼此相呼应的 而从心理学来看 心灵环保与情绪管理及心理分析 也有一曲同工之妙 心灵环保不仅超越人我对立的自我 也超越全体统一的自我 不论是什么领域的人士 希望超越人与人 人与环境的对立 却是一致的 因此 我们提倡的心灵环保 是在推动一个超越宗教 超越民族 超越国界的大运动 它是属于全人类的心灵提升运动 乃至不管有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都可以一同分享 本文摘字 人间是 心灵环保 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不起烦恼 心灵环保这个名词 虽然是我新创的 它的内容 其实就是以观念的导正 来提升人的素质 除了能够不受环境的影响 而产生内心的冲击之外 尚能以健康的心态 面对现实 处理问题 因为人的心境 往往会受环境中的人 事物的诱惑及刺激而随着波动起伏 轻者受到干扰 重者丧失自主 如果有了心灵的防御措施 处身在任何状况之中 都可以保持平静 稳定 自主 自在的心境了 作为一个人 都应该具备三个层面的修养 那就是身体的 心理的 精神的 通常称之为身心灵的健康 可惜的是 一般人仅能注意到自己的身体是否健康无病 往往疏忽了心理是否平衡自在 连带着也忘记了精神层面的修养 因此 若处于平顺的境遇中时 当然能够挥洒自如 不会觉得有什么不能克服的难题 如果遇到连番的逆境线前之际 就难免要哀声叹气了 心灵环保的功能 便在于使我们养成一种得胜不骄傲 失意不丧志的习惯 可是对于一般人而言 胜而不骄者已难 败而不内者更难 有了心灵环保的功夫 便是有了精神修养的基础 因为世界上并没有绝对和永远的胜利者与失败者 只要因缘改变 状况立即改观 一时的成功并不等于永远有保障 一时的失败也不等于永远的绝望 因此如果大家都知道 以平等心看待 便属于心灵环保的层面 佛教主张有因果观念 通常的说法是种瓜的瓜 种豆得豆 实际上光是如此说 是有问题的 因为不种瓜当然不得瓜 不种豆当然不得豆 可是如果种瓜种豆而不得其法 不得其时 又不得其事宜的土壤 水分 阳光 肥料等 那么 种瓜种豆就不一定得瓜得豆了 所以在佛法之中 除了因果定律 必须配上因缘定律 也就是说 凡事凡物一切现象的形成 从因到果的过程之中 尚有待以各种自然及人为因素的促成 其中主要的条件 称为因 配合的条件 称为原 从最初的因 到最后的果 只是有其可能性 并没有一定的必然性 以此可见 因果观必须配合因缘论 才是正确的现象论 正因为从因到果 并没有一定的必然性 个人的因素固然极重要 外在的因素 能否如个人所期待的那样配合 也极重要 个人的自主因素 有时候也可能出现意外 外在因素的不确定性 则更难以掌控了 因此 我们对于自己的命运 只能希望最好 却无法保证最好 只能朝向最好去努力 却也不得不做最坏的预防 否则 过分的乐观 过分的悲观 都是和因缘论的原则被道而驰 都不是成熟健康的心态 观念及方法 心灵环保 就是在于心理的平衡及人格的稳定 除了观念的导正 尚需有方法的练习 否则 在平时的心理虽很健康 一旦遇到难以抗拒的刺激和诱惑等各种陷阱 就会不自觉地跳了进去 或者遇到重大的阻力 打击 挫折和委屈 也会不能自主地陷入无底的悲苦 而失去重新站起来的自信心 曾经见到一些朋友 他们不仅读了不少心理学的书及人格修养的书 甚至有的本身就是心理治疗师 或者也出版过类似劝势格言的书 但当麻烦临头 情感纠缠之际 仍不免陷入所谓天人交战的悲苦之中 至于如何练习成心理的平衡及人格的稳定 首先是从观念的调整做起 它的步骤可有四种 凡是因做正面的认知 便可避免负面的危机和悲观的情绪 人生的旅途 总是有期有落的 但那都是前进的过程 凡是一座逆向思考 便可做到圣而不骄傲 败而不气馁 成功而生至巅峰之际 要有走向下坡的心理准备 失败而降至谷底之时 已有攀登下一个疾风的愿景在望 凡是因之进退有度 能收能放而收放自如 古人说 达则奸善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也就是说 能有机会舒展暴富 奉献天下 应该当仁不让 竭尽全力 积极进去 万一时运不济 屡战屡败 那就养精蓄锐 以图未来 不论成败 已将自我的私利和私欲看空 要将对于国家 民族 乃至全人类安危或福的责任 一间单起 这便是一个有智慧和慈悲的人了 不过 光有观念的调整 尚不能保证真的可以做到心理的平衡 及人格的稳定 必须服以方法的练习 才能奏效 我们所用的方法 便是禅修 基本的原则是由放松身心 体验身心 统一身心到放下身心的四阶段 放松身心与体验身心 是属于自我肯定 及自我认知的范围 体验身心与统一身心 是属于自我反省 及自我成长的范围 统一身心与放下身心 是属于自我完成 及自我消融的范围 放松身心是随时随地 将脑部神经 及全身肌肉保持在轻松的状态 初练习之时 最好有一个比较不受打扰的空间 和暂时摆下万元的时段 仅仅五分钟或十分钟也好 盘腿坐最好 坐在椅子上也可以 主要是把眼睛合拢 眼球不要用力 不用头脑思考 保持清醒状态 面部略带微笑 全身的神经 肌肉 关节都不用力 小腹部用力 身体的重量感是在臀部和 垫子 椅子之间 然后体验呼吸从鼻孔出入的感觉 以享受生命的心态 来享受活在当下的自我 这时候 你能踏实地体会到当下的呼吸 辨识全部的生命 享受每一口新鲜的呼吸 是最真实 最亲切的自我之外 其他的东西 不论是得失毁欲 无意不是梦 幻 泡 影 过去的以烟消云散 未来的尚不可捉摸 在认知当下的同时 就可发现自我的信心是极其脆弱的 对于自我的认知是极其有限的 乃至对于自我的驾驭也是有所不足的 所谓心高气盛 自我膨胀 自我掩饰 或者自怨自爱 自甘堕落 情绪起伏 心源一马 心浮气躁 身不由己等的毛病 都可在此放松身心 及体验身心的练习中察觉出来 并且逐步改进 知道自我的优点与缺点越深刻 自我肯定的自信心建立也越稳固 再由体验身心而至统一身心 是对自我的身体健康 及心理健康的切实照顾 体验呼吸 可以使得心情平静 安宁 沉静 可以不受当前的状况所困扰与刺激 体验身体的感觉 体验心理的反应 可以发现要想自主的指挥自己的身心 要比号令千军万马还难上百倍 以至拿破仑在失败之后 被囚于一个小岛上时 凯叹他能支配全世界 静不能指挥他自己的心 若能放松身心 体验心境 便能逐步逐步的忘却身心的负担 那就是由身心的对立而成为身心的统一了 当你自知不能轻易的掌控自我的身心之时 便能包容他人的缺点 尊重他人的优点 也不致夸张自己的优点 更用不着为自己的缺点做掩饰及辩护了 你便可成为一个谦虚 诚恳 努力改过 全心上进的人了 所以 体验自我的身心 便能使自己有自知之明 体验到身心的统一 便能使自己感受到个人的自我不能离开大环境而独立存在 个人是有限的 大环境的时间与空间 才是无限的 若将自我体验融入于全体的大环境之中 便也成了无限的存在 这便是哲学家及宗教家的心胸了 再由身心的统一更进一步 放下身心 便是中国禅宗所讲的绝观 也就是金刚经所说的无相 绝观是超越于主观 也超越于客观的一种不预设立场的智慧 一般人的常识所知 主观的判断当然不足为准 其实人间所谓客观的角度 同样也是出于某一族群在某一时段中的主观考量 因此 任何一种风俗 习惯 法律 学说 信仰 总是会随着时代及环境的变迁而跟着演变 往往是古人的生活习惯 或某些特定族群的民情风俗 到了今天多元化及开放性的21世纪 就无法接受大环境的考验了 例如阿富汗的神学士政权 他们敌视异计 要征服非回教徒 乃至在他们国内全面摧毁了已拥有将近2000年历史的石雕佛像 的确有其信仰的依据 不是出于他们捏造的理由 照他们的想法 那也绝对不是少数人士的主观意志 可是合乎回教徒基本教义的价值观 并不代表那就是全人类的价值观 所以迟早会遭到客观环境的制裁 其实感性并不等于慈悲 理性也不等于智慧 因为重感性的人 很可能会多愁善感 或者落于激情的奔放 或者流于情感的纠缠 或者陷入矛盾的冲突 那是很累人的 慈悲是没有条件的奉献 不计回馈的付出 怨清平等的照顾 那是很自在的 至于重理性的人 往往会得理不饶人 所谓理直气壮 盛气凌人 那就既不慈悲也没有智慧了 得理让三分 理直气要柔 明晦不妨吃一些 案件必须要严防 为了全体的利益 不妨放弃个人的利益 为了长远的大利益 不妨放舍眼前的小利益 这才算是以智慧处理事情的态度 有了真智慧的人 必定也是真有慈悲的人 以此可知 慈悲和智慧不等于感性与理性 慈悲是感性与理性的调和 智慧是理性与感性的调和 它是感性与理性的互动 不是感性与理性的冲突 若以前面所说的四个阶段做判断 在放松身心 体验身心 统一身心的修行过程中 是在练习运用慈悲与智慧的观念及方法 到了放下身心的层次 才算是经验到了 由自心之中开发出来的宝藏 得心应手 自自然然对己对人 无非是慈悲和智慧的并重并行了 2002年2月25日讲于总统府 心灵环保 心灵环保的意思是指对环境卫生的保护 以及人类生存空间的维护 为什么要讲心灵环保呢 因为环境的污染是由人造成的 环境本身不会制造任何污染 植物或矿物也不会为人类环境带来污染 唯有人类会制造脏乱 不但污染物质环境更是污染精神环境 从语言 文字 符号 种种形象以及各种思想观念等都会为人类的心灵带来伤害 物质环境的污染不离人为 而人为又离不开人的心灵 如果人们的心灵清洁 则我们的物质环境不会受到污染 因此 我们讨论环境的污染 就必须从根源着手 也就是要从心灵开始 心灵环保虽然是心名词 但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讲仁义爱等 都属于此一范围 佛教讲慈悲 智慧也属此范畴 西方宗教提倡博爱意不离心灵环保 因此 欲使国家社会富强康乐 必先建设人心 如何建设呢 以下就我个人在佛法上及生活上的体认 做一番介绍 一 要有方向感 所谓方向感是指立志 佛教名词是发愿 立志是要有大目标 可是大目标会因时空的迁移而逐渐递渐递渐 乃至消失 人们自幼都胸怀大志 总是期待自己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要做什么样的事业 然而 往往在小学时代所立的志愿 一进入中学便有所变动 如是从小学到大学 纵然已踏入社会 也一样变化多端 请问诸位 当你们念小学时 是不是以计划将来要进入大学念书 或许有些人一开始就拥有这种心愿 然而这种人毕竟不多 大部分的人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环境的变迁 慢慢的促使自己走向这一条路上来的 由此可见 人先要有方向感 但是目标不一定要马上建立起来 方向也可以说是作为一个人的基础 从基础点上一步步的往未来迈进 方向也是指尽自己的心力 体力 处处运用种种的资源 实时学习成长 只要是对社会 国家 世界有利之事 就要全力以赴 这就是大方向 其实大方向没有一定的目标 反而能称其为最大且是无限大的目标 如果仅设定一个目标 结果可能会很痛苦 什么道理呢 例如 参加大学联考时 会填写第一 第二 第三志愿 以防第一志愿没有考取时 可退而求其次 念第二志愿的学校 乃至第三 第四的志愿 这样做法 是正确的 有些人一心一意锁定 非考取第一志愿不可 如果没考上 连第二志愿也不愿念 有这分志气固然很好 或许可依靠自己的努力而如愿以偿 可是 有些人根本是进不了校门 基于此 我们如果能运用一句俗愿 骑马找马 似乎比较妥当 纵然一时之间找不到良居 能有一匹跛脚马应急 也是不错 有了这种心理准备 就是考不上理想中的学校 至少不会那么痛不欲生 二 迈向方向的过程需加以努力 我们在朝向方向的过程中 是必须加以努力的 因为在每一步的前进中 随时会遇到山穷水晋 柳暗花明的现象 但是 山穷水晋并不等于无路可走 柳暗花明 也不意味着永远有好的前程在前面等着 我们一路往前走就好比登山 时而康庄大道 时而阳长小径 忽而变畜荆棘 或临悬崖绝壁 忽而又置身于赏心悦目的自然美景中 登山未必一直往上攀爬 有时是迂回曲折 有上也有下 最后才抵达峰顶 在这一切的过程之中 不可否认 我们都必须仰赖因缘的促成 有人说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请问 种瓜是不是一定会得瓜呢 如果 江瓜的种子颇种在沙漠里 解得不到雨水的滋润 其后果如何 想必大家都很清楚 记得在屏东大桥下有一条西流 非常适合种植西瓜 有一年 丰收在旺 不料在一夕之间 由于台风的肆虐 前功尽弃 如此辛勤种瓜 结果是无瓜可得 那么 种豆是否得豆呢 也是同样的道理 不过 我们要明了一项事实 要想有瓜收成 有豆享用 一定要种瓜种豆 不是种植 仅盼作想其成者 不合天理 或许有人会相信 有因一定有果不是事实 于是说 因果并不可靠 其实 果一定是从因而来的 可是从因到果的过程里 必然要有许多的条件因素 加以配合 佛教称之为原 也就是指主要的条件 加上环境 时间 他人及自己的配合 此即所谓天时地利人和 如果因缘不具足 不成熟 强求也是求之不得 例如 种瓜若非风调雨顺 又懂得种瓜的种种技术 深耕浅灾 浇水施肥 除草培土等等的条件 从种子 瓜苗制开花结果 都必须有一番成长的精力 及照顾 才能有好的收成 这些都需配合各种条件因素 再加上自己的努力 最后才有好的结果 在人生的过程之中 也如同种瓜 我们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 所以 人在世间需 尽其在我 本着质问耕耘 不问收获的信念 不断地向前努力 再努力 努力的阶段 就是在成长自己 在成长自己的同时 更要实时考虑到利益他人 如果自己没有得到甜美的果实 而由他人获得 我们也要以感同身受的心情 为对方感到高兴 欣喜 庆祝 这岂不是另一份的喜悦吗 所以 因果的过程 一定要有因缘的配合 三 争取其奉献 现在有很多的民意代表 在竞选中做证件发表时 口口声声说愿为民奉献 以此口号来取得选票 骨子里是以奉献为口号 而以个人争取权势名位为目标 社会上真正有理想 有抱负 肯为全民福祉而奉献服务的大政治家 的确不多 然而能提出这一句口号的人 也算不错 起码能说一句奉献 至少他必须去兑现 他自己在证件会上发表的诺言 可是 如果竞选落榜 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曾经有一位台北市选出的国大代表 参加我主持的禅修营时对我说 世界怎么变得这么美好 能来参加禅修营是如此的自然 又如此的自由自在 可是禅修营中的生活却如此的辛苦 我问你在竞选国大代表时的感受如何 他回答 哦 很忙 很累 我再问 是不是被打得头破血流 他说 啊 还好 现在我还健在 这表示他如何的在紧张 忙碌之下争取这项公职 付出努力的代价是多么的大 我又问他 争取得到之后 你究竟要做什么 他说更忙 更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 这是一位很好的国大代表 才有这样的观念 如果仅为争取而争取 动不动就扬言奉献 这不但欺人且又骗己 反之 能以奉献为出发点 奉献的本身就是目标 至于是否能获得回馈 根本不放在心上 这种观点 和我刚才提到的 中瓜未必得瓜的道理是相通的 在谈奉献对自己是否有好处 表面上看奉献 好像自己很吃亏 将自己所拥有的奉献给大众 到头来 大众究竟能给你回报什么 自己付出那么多 结果岂不是白忙一场 什么也没有得到 如果有这感受时 就要反转念头 应该如此想 人本来就是要奉献 奉献就是我来这世间的目的 我的奉献 并不表示我想得到什么 我的生活目标就是为了奉献 我不想得到什么 因此 当我能为别人奉献时 我感觉到自己很快乐 很满足 奉献之后 别人不懂得回馈 我不必觉得难过 或指责对方不好 因为我只是完成我自己应该做的工作而已 我不但在奉献中自我成长 也在成长中不断的奉献 我能奉献 表示我已拥有 所以才能奉献我的体力 心力 智慧力和财力 能奉献且以奉献为目标 则实时生活在充实的愉悦之中 其实 奉献的本身就是一种回馈 还有 我们对实至名归这句话也要有所了解 例如我历年来获得一些荣誉的奖项 其实这都是国家社会颁给我的 是不是给我的回馈呢 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不是 为什么 因为我始终都没有希望要得奖的念头 可是奖是自然而至 对我而言 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 如果将已做过的事放在心上 老是为是否得奖而忧虑或期待 得奖时就会欣喜若狂 那不得奖是否要垂头丧气 乃至从此以后就不愿再做任何事了呢 事实上这些想法都是错的 我不必为自己或颁某种奖项而感到欣慰 可是 我却为我们的社会感到欢喜 为什么 因为得奖不是我个人的事 而是整个社会环境与风气给予我们这么一个机会 让我们来奉献 甚至因此而获颁奖 能得到颁奖 也不是靠我一个人的力量 乃是有一群和我的理念相弃的人 大家共同携手分工合作 为我们的社会付出 而我仅仅是代表这一群人来接受奖励 如此而已 也可以说是因缘促成 所以我要说 奉献不必要有目的 回馈是一定有的 一般人是用争取奖项来作为努力的出发点 贤者与智者 当以奉献自我作为努力的原动力 如此 我们的一生 将会是万事如意 四 以利他的存心 达成自立的目的 以利他的存心来达成自立的目的 这与前面所提到的奉献 有一曲同工之妙 凡是人都希望自己有所成就 有所成长 有一番大事业 有财富 有名望 有地位等 这些期望成熟正常 人一定是慢慢成长 成长后再为社会提供奉献 所以一般人都以自立来帮助他人 以自立来参与社会 譬如 公司想赚钱 于是就提出要为大众服务并奉献公司的成果 将成果与社会大众共同分享的理念 请问 提出这样的说明所为何事 说穿了还不是为了公司的利润 反之 以自立利人为出发点 公司可成长得更快 纵然是因缘不成熟而不能称心如意的成长 也不见得是白费利器 因为目的无非是为了利他 现今的社会 有许多问题 曾有一位企业界的老板问我 目前的社会 都是以利当头 我们的公司 想从事研究发展 以便推出新的产品和技术 可惜我们所培养的人 尚未完成研究工作 就已被其他公司以高薪挖走 而且都在秘密中进行 让我颇觉寒心 更不知是否要继续培养研究人才 请法师慈悲指示 我回答 这不是很好吗 贵公司不是为了社会国家吗 贵公司 辛苦所培养的人才 由别的公司运用 也是一样为社会国家奉献出一份力量 他又问 是啊 不过如此一来 我的公司就很倒霉 我不得不考虑这种投资是否值得 我说 值得呀 不过要如何留住人 不会储才禁用 人才不外流 这些都需靠贵公司同人之间共同努力 你不妨从贵公司的理念 制度 重新加强建立 或许可留下人才 如果我们以利他为目的 纵然是发现有人要离开 或没有如你所想要获得预期的东西时 这个时候就不会颓丧 灰心或以为是失败 其实失败是成功之母 失败也是一种过程 失败的本身就是一种成长 所谓 不经一世 不长一智 世界上没有不失败的事 跌倒并不等于失败 乃是经验 我常常告诉我的弟子 要学不倒翁 随倒随起 连倒连起 倒下以后 马上站起来 此处不能站 退一步也可以站 甚至转一个圈也可以站 所谓 山不转路转 山不动 人要动 如此 我们的命运自然可转变 五 从整体大局着眼 从个人的成长着手 佛教常说 无限 无量 无数或横和杀术 地藏菩萨的怨心是地狱不空 是不成佛 众生有净 我怨无穷 地藏菩萨的就是心愿是没有穷净的 他是放眼于永恒无尽的无量众生 不为个人 从时间上来说是永恒的 从空间上而言是无限 无边记得 如果凡事都能为他人考量 则自己内心的烦恼必然越来越少 相对的也越能获得他人的尊崇 或许你在团体中毫不出色 可是能替他人设想考量 纵然不能成为领导者 此人在团体里必定受到每一个分子所尊敬 记得某校有一位校工 数十年来都是以校为家 对待学校里的学童 都将他们视为自己的小孩来疼爱 虽然他没有结婚 可是他的孩子比谁都多 凡是该校的毕业生 都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那般的爱戴 另外 有一位在麻风病院的女士 自从二十多岁住进该院至今已五十多岁 他没有结婚 一日突然带他的孙子来农禅寺 我很讶异的问 你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位可爱的孙子呢 他说很久了 我又问 哦 是谁生的呢 他回答 当然是我儿子生的 我疑惑的问 你不是没有结婚吗 他说 是啊 我再问 既然未婚哪来的儿孙 他告诉我 师父 这其中有一段小故事 他的父亲从小就是孤儿 我一直照顾他长大 后来就叫我妈妈 他生的孩子当然叫我祖母 这么一位没有结婚的麻风病患 拥有数位孙子 一直觉得很安慰 他以前是为儿子付出 现在又为孙子付出 每月仅以为薄的收入 为孩子做衣服等 他总是想到别人 从不为自己设想 我问他 将来怎么办 他说 我不想将来会如何 只要现在过得很愉快就好 我进一步问 可是 万一小孩将来不照顾你 他乐观的说 我从不想这些事 我只想如何照顾他们就好 反正死后 总会有人料理我 这种观念真令人感动 由此可知 我们在社会上或在团体里 哪怕是默默无闻 为不足道的人 也可以为全体想 为他人想 能做到少为自己想 生活一定过得很充实 很愉快 且会终生感到很安全 有些人总觉得自己不安全 为什么不安全呢 没有金钱 没有背景 没有人事等 因此 挖空心思 绞尽脑汁设法争取 争取到最后 终究还是双手空空地走了 何不多想一些 如何为全体奉献 能如此想 才是安全之道 今日的台湾 没听说有饿死的人 或死后无人掩埋的事 所以也有人问 法师 您死后怎么办 我回答 一定有人来替我收尸 又问 万一没有怎么办 我说 也没有关系 或者有蚂蚁 或者有其他的虫类 会拿我作窝 把我当作食物 这不是很好吗 或许有人会说 落到这种下场实在很悲惨 其实也没什么好悲惨的 死了就死了 根本没有事 六 以慈悲包容人 以智慧处理事 对于人 我们一定要以慈悲心来关怀 体谅 帮助 世界上只有坏事 没有坏人 人做坏事 并不代表此人就是坏人 一般人的观念总是认为抢劫 绑票 强暴 纵火的都是坏人 但是 往往大坏人只坏一次 就没有机会再坏 在做坏事之前 是好人 做了一次大坏事 破案 被捉 判刑 坐牢 最后可能被枪毙 我们也看到很多恶人被枪毙前说 请大家不要学我 我做错了事 对不起社会 对不起父母 儿女 希望我的下一代不要学我 爱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邪恶之人怎会天良发现 而好话连篇呢 其实这些人并不坏 只不过一时糊涂做了一件坏事 所以 我们要以慈悲心包容所有的人 夫妇 同事之间 乃至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 都要互相包容 彼此体谅 当然 我们也不能因为要包容人而变成烂好人 变成相怨或没有原则的人 对任何事都唯唯诺诺 什么都好 事情是要以智慧来处理的 曾经有人问我说 如果有一位杀人犯 越狱逃走 结果身中一枪逃到农禅寺 师父 您如何处理 我说 我不考虑他是不是杀人犯或是从监狱逃脱出来 先送医药警 如果他不愿到医院 可以请医生出诊 以人命为先 至于他到底做了什么坏事 暂且不予理会 万一警察找上门来问说 是否有这么一个人逗留在寺院里 我一定说有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就有这么一个人在 我不能说没有 也不考虑他被捉回去是否被枪毙的问题 当然 如果能有机会让他毁过自心 是最好不过的事 在法律上如有这种机会 见死不救 就是没有慈悲 所以 我们是要以智慧来处理事情 所谓智慧 是包含常情与常理 常情 常理该怎么做 就依照常情 常理去做 本文摘字 禅门 附路 心灵环保法语精选 如何取得内心的安定呢 我们应该从心灵环保的角度出发 一方面保护我们的心不受环境污染 增强对环境的免疫力 一方面内心不要有妒忌 愤怒 猜忌 自私等种种不好的心念 以免使得环境变得更糟糕 练习着实时觉察自己的起心动念 清楚知道自己的需要 化解个人欲望的想要 出自法骨山的方向 心灵环保必须双管齐下 一进化人心 少欲知足 二进化社会 关怀他人 少欲知足 便会珍惜天然资源 养成习福的习惯 等于推动环保 关怀他人 便不会因为一己之力而造成整体环境的破坏 出自圣言法师 心灵环保 我们如果能时时刻刻注意心理的平静 遇到任何不如意的时候 能够回心转意 设身处地为他人想一下 他人的错误可能是很有道理的 即使是没有道理的道理 也是一个道理 如何解决问题 而不是在彼此之间增加更多的问题 更多的困扰 这就是心灵环保 出自法谷山的方向 依据心灵环保的原则 每一个人 都应该具备三个层面的修养 那就是保持身体 心理 精神的平衡与平常 通称为身心灵的健康 然而一般人仅在意自己的身体是否健康 却忽略了心理是否健康 尤其会疏忽了保持平常心的精神修养 因此 在顺境中能挥洒自如 似乎没有不能克服的难题 一旦遇到逆境当前 便哀声叹气 不知如何自处了 这必须要透过心灵环保的修为 才能做到以平常心来看待一切顺境及逆境了 出自人间事 实践心灵环保的方法有三种 佛教的禅修念佛 能够让人心自然安定 时时升起惭愧心 反省与会过 就像儒家所说无日三省无身 其实一天反省三次还是不够的 应该要时时刻刻知道自己的心在做什么 经常以感恩心 面对生活环境中的每一个人及每一件事 全心奉献服务 目的是为了报恩 用这三种方法落实心灵环保 就可以随时随地安定自己的身心 成长自己的人格 也能为社会大众 带来安定的力量 出自平安的人间 心灵环保其实很简单 就是心理卫生 心理健康 如何使我们自己清静 安定 进而影响 协助他人生活愉快 这就是心灵环保的目的 出自法谷山的方向 那 id市管理显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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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